凌晨4天我好奇的打开这个地铁布希模拟器 那感觉这个日本的地铁站呢和国内长的确实不一样 过于简洁了 到处贴的都是磁砖啊 肯定是没有国内的好看 那转了一圈呢我突然发现 这里刚刚不是来过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里有点不对劲啊 这个大哥他来了两次 我开始认真地观察周围的一切 为啥又转回来了呢 我到底是要坐地铁的还是要出去的 我现在一脸懵逼 那又转了一会呢我意识到这里是个循环 怎么都走不出去 那看来我们是要逃离这里啊 就这四个通道三处拐弯 我还是倒不出去了 我又开始观察地铁的指示牌 他让我们靠左通行 这里有一个提示呢 一开始没注意 这下我一翻译 告诉我们有异常就回头 没有就继续向前 吵出来了原来要这样走啊 全然我看不懂日语 凌晨4点虽然有点困 但是耐不住好奇啊 继续向前发现这男的怎么在看着我呢 大哥你这让我心里犯嘀咕啊 后来遇到这俩眼睛 咋在乱动呢 你不是锦时标识吗 到头就跑啊 毕竟我比较胆小 那看到出口变成1 那我知道这个循环开始变化了 就这样可以走出去是吧 那简单啊 转头又发现呢 出口到了 原来这么简单呀 还真是不行目凝器啊 就这 那可能出去呢 还有下一关 但是下一秒呢 我又出现在这个地铁通道里啊 这这这这什么情况啊 我想想哪里出问题了 他说从8号口出 我刚刚是几号来着 0号 怪不得又回来呢 那这次不能再犯错了 谁又看到了盲道变化了 这肯定是异常啊 我记得之前是一条直线 然后就在通道里 听到了水流的声音 我脑子顿时翁翁的 这代物感太强了吧 我拔腿就跑 这大哥还挡了我一下 这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关键是我出不去啊 那现在水灯小了 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敢回头 后来看到有其他小伙伴回头了 这大哥站在水里还在看手机呢 就在我以为模型套路的时候呢 转头发现 这怎么又0号了呢 肯定是哪里又漏掉了 这监控量了 不正成啊 专家遇到这个场面 是谁到处切东西的 后来我脑瓜子又开始疯疯的 还遇到有人开门了 是谁 是谁在里面 这一看就是个美女啊 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人体模型吗 我就不过去了 后来发现这玩意是真家伙啊 哎呀 不是 不是怎么还有这种海报呢 不行啊 越来越怪异了 关键我也是经常坐地铁啊 这代物感太强了吧 哎 大哥 大哥 你刚刚是这么高吗 不对吧 你现在有两米多啊 开玩笑呢 这 这 这 大哥 你的急着干地铁吗 走得这么快 哇 这海报有异常啊 都一样 哎 不慌小上面 哇 哇 这有俩帅哥啊 我 我胆子抢就不过去了 后来有人发这俩大哥的帅照 哎呀 这长得一样吧 好 我们已经连续发现这么多异层了 现在稳了一批啊 6号出口了 现在可以 咋回事呢 咋回事呢 怎么又0号了呢 是我不够仔细吗 后退后退后退 灯坏了 哎 门呢 这不三个门吗 怎么少了一个 啊 错了错了错了 哎呦 门开了 这黑不隆隆的 我就不进去了 哎 这是什么呀 哎呦 啊 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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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快学会后退跑路了 啊 这次好像没什么异常 回头看看 啊 这上面的指示牌好像不对劲吧 之前都是地下广场 这是让门返回 这又是什么破异常啊 门把手在正中间 给我整成磨了 大哥都笑场了 看我绞尽脑子呢 怎么都出不去 啊 笑吧 你不是也出不去吗 哎呦 哎呀 大哥 大哥你这么回事 不是 你不是演员吧 好 这次到5了 能不能稳住冲出去啊 好 看见楼梯了 夹了一批啊 要8号口才能出去 啊 那赶紧回头吧 好 看见6号了 哎 希望这次不会出现什么乱子啊 哎 不对吧 这忙到啥时候变成这样子了 啊 走 赶紧回头 好 到了7了 啊 马上就要8了 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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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什么异常啊 哎 这上面的字倒过来了 哇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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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还挺明显的 好 到了8号口了 这次如果没什么问题呢 我们应该能出去吧 啊 一眼望去呢 没什么明显的问题 那等大哥过来看一看吧 好 仔细看看大哥 好 正常 那我们往前走啊 海报没问题 那门和通风口呢 也没问题 芒道也没问题 那灯和监控呢 也没问题 啊 回头看一下 地下广场 那也没问题 成败再次一举了 我先冲了 哦 可以啊 终于看到出口了 这明显是个白天 旁边写的8号口 啊 这应该是真结局了 刚刚假楼梯进去呢 是黑的 这是白的 最后看到了游戏结束 制作人名单呢 我才松了一口气 好 统计了一下 一共遇到了 494摄氏的异常 还有4次异常在通道上 后来看别的小伙伴 遇到了什么 凌乱的灯 吐了的通风口 下班关灯的地铁站 啊 海报在成长 抽象小人化 哎 告辞 这游戏差点把我送走啊 希望下时晚上 坐地铁的时候呢 不会想到这些